请听唐达天的长篇小说《一把手》由方博演播 正说间苏伊伟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大概一看 皆是钟晶晶的一条信息 注意身体少喝点酒 心里猛然间滚过了一道暖流 她原以为她生她的气了 没想到还牵挂着她 她嘴唧回了一条 谢谢 我会的 如果散场早了 我过去看看你 刚合手机不久 信息又来了 好的 我等你 如果太晚了 就别来了 不要影响你明天上班 看过信息 苏伊伟真想早点结束了 去看看她的病情怎么样了 好久没有相见 她真有点想念了 好不容易碰完了最后一杯酒 金海邀请她到楼上KTV去唱歌 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 她只好上去了 她觉得她要拒绝了 其他人会感到败心的 一直等大家唱起来了 她才对大家说 啊 家里来了个客人 她去应付一下再来 赵首里要送她 她手一挥说 别送别送 我自己有车 苏伊伟出了金海岸 想着 马上就要见到钟晶晶了 禁不住 有些激动 在人的生命中 能有这样一个人 默默地牵挂着她 惦记着她 多好啊 你要是想她了 随时就可以去找她 没有时间去了 她也不缠你 更不给你添麻烦 相对于叶瑶和周小窟 在这一边上 她更喜欢钟晶晶 这三个女人 虽然都很优秀 但也各有差别 叶瑶风骚 周小窟活泼 钟晶晶甜美 叶瑶就像一阵风 飘来了 又飘走了 她虽然能给你带来 一时的激情和快乐 但是 却也有一定的风险 这风险 不仅仅是因为 其中的利益关系 更主要的是 她的大胆与狂野 好在 她已经远离了这座城市 并也减轻了 她的心理压力 周小窟 年纪最小 生动可爱 却纯粹是一个 性情重任 很容易动情 也很容易走火入魔 她最怕的 就是她 陷入感情之中 做出 不过一切的傻事来 正因这样的顾虑 她总是尽量 与她少接触 尽量 不给她的感情 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与空间 最让她感到踏实的 还是钟晶晶 女人味最足的 也是钟晶晶 她就像 一红清澈透明的温泉 累了 困了 你就可以 安安静静的 紧泡其中 无需什么顾虑 更无需你 提防什么 钟晶晶 正在沙发上躺着 一边 有一搭 每一搭的 看着电视 一边等着苏伊伟 这几天 她情绪一直不好 上次去医院检查 碰到张丽娜 没有检查成 第二天 她又去检查 结果 表明她真的怀孕了 她虽然早有了 这样的思想准备 但是 当这一结果 呈现在她的眼前时 她还是无法接受 她突然脸红了 仿佛觉得 有无数只眼睛 正盯着她看 感到无底自容 感到 从没有过的 懊悔 与羞愧 最是她害怕的 是此时 千万别遇到了熟人 否则 我该怎么解释 她悄悄 拿过化验单 逃也似的 离开了医院 晚上睡下 心里很乱 一会儿想着 怎么打胎 一会儿又想着 把孩子生下来 等将来孩子大了 懂事了 她再告诉 孩子爸爸是谁 到时候 恐怕 她也退休了 也用不着 再为她的前途担心了 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 如果她不相信呢 如果不相信 就让他们 做个亲自鉴定 想象 有时候 可以弥补 现实生活的不足 与缺憾 这样想着的时候 她的内心 充满了 无限的甜美 然而 这种甜美 并没有持续多久 她又犯难了 一个单身女人 且不说 带着一个私生子 要多么的艰难 就舆论压力 别人的白眼和口水 你能受得了吗 这是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当一触及 对些 无法回避的问题时 她就感到 底气不足了 她多么需要 她的支持 哪怕她只说一句话 她也不再犹豫 忍受一切压力 与痛苦 为她生一个 可是 一天天等待中 她失望了 她说要来看她 却始终没有来 更谈不上 与她商量未来大计了 她只好请了几天假 上了远离西川的省城 一个人 默默做了人流手术 昨天 她刚从省城回来 心情一直不好 身体的不适 倒在其次 最主要的 是她仿佛觉得 她的精神支撑 倒塌了 她不知道 是失去了 肚中的孩子 还是离她 太远了 下午快下班时 突然接到她的电话 她感到一阵兴奋 与激动 她终于打电话来了 要带她去吃饭 但是 她还是拒绝了 她的邀请 她不是不下去 而是身体 实在不舒服 她怕坐到那里 不想喝 不想吃 自己感觉不自在 别人也觉得别扭 没想到放下电话后 又开始后悔了 觉得刚才 是不是回答得太快了 即便自己 不想吃 不想喝 陪她坐一坐 聊一聊 不也很开心吗 她的心 仿佛被她的一个电话 彻底打乱了 思绪 不加恶制的 又飞翔了起来 飞到了 她与她在一起的时候 屋子 还是这个屋子 沙发 还是这个沙发 快乐 留在了记忆里 孤独 留在了现实中 她多么渴望 她到餐厅后 再给她打个电话 说她已经 到了什么什么地方 让她打滴过来 要是这样 她保证 会顺从地 连着恩上几声 然后 换套像样的衣服 很快地 赶到她说的地方 然而 她等待的电话 却再没有打过来 是不是 我惹她不高兴了 她又找了别的女人 去做陪 还是因为 她真的不在乎我 一旦想到别的女人 她的心情 一下子烦躁了起来 坐也不是 睡也不是 因为她敏感地察觉到 自从上次后 她好像和过去 有点不一样了 总是说忙 抽不出空来 她相信她忙 一事之长 不忙 就不是事长了 可是 再忙 也不至于 见不了 一次面 她肯定 是有了别的女 才顾不上了 见我 这样一想 她心里 一下子 就像丢了声似的 感到 一阵空间 她非常明白 她不是她的老公 她没有资格去管 更没有资格吃醋 但是 有些事情 不是理智 控制得了的 你在理智上排斥的 恰巧 又是感情上 偏偏要接受的 理智和感情 总是相互冲突着 这样想着的时候 她也在检讨自己 是不是 我哪些地方 坐得不好 让她不高兴了 或者 对她不够关心 不够温柔 让她感到了厌倦 往往的 善良的人 考虑问题 总是为别人想得多 心胸狭窄 自私自利的人 总是为自己想得多 正因为 钟晶晶 为对方想得多 所以 她总是在一次次 埋怨对方的时刻 用一次次的 原谅了对方 并且 放过来 监讨自己 这次也不例外 当又一次 想到自己 仅仅是心里 惦记着她 而在实际行动中 做得不够是 她就拿过手机 发去了一条 关心她的信息 她知道 她不缺少这样的关怀 可能 也不在乎这样的关怀 但无论怎样 她还是编好信息 发了过去 没想到 她不但给她 回了信息 还说 三长早了 要过来看她 这使她感到振奋 仿佛身上的疼痛 也减轻了许多 她从沙发上爬起来 看看自己的样子 人不人 贵不贵的 就赶快到洗书间 收拾打扮了一下 又找了一套 很贴身的睡衣换上 往镜子前移照 妈呀 曲线突现 风丝绰约的 这明明是个 骚狐狸精 哪像个病中人 她不觉笑了一下 赶紧脱下 换了一套 宽松的 照了照 觉得 不是端庄 也不显得憔悴 才放下心来 坐到沙发上 没坐多久 又忽然觉得 是不是应该在身上 喷点香水 她又起身来到卧室 刚拿过香水瓶 转念一下 我这是咋的了 是不是神经有毛病 过去几次 与她见面 都没有喷过香水 偏偏说病了的时候喷 这让人家怎么想啊 正在这时 她听到门铃响了 她赶快放下香水瓶 便去开门 没想打开门 从防盗门的纱窗外 看到的是黑的 她不好断定 是不是的 正犹豫欲见 她却说话 她说 啊 是我 这里的神控灯 好像坏了 她轻轻 望了一声 就赶快打开了 外面的房道门 让她进了屋 她锁好门 还没有来得及 给她找拖鞋 一转身时 却被她紧紧地抱住 她身子一软 也就危在了她的怀中 将头紧紧抵在了她的肩头上 她又一次闻到了熟悉的气味 所不同的是 那熟悉的气味中 还夹杂了一股很浓的酒气 你病了 我来看看你 现在好些了吗 啊 她喘着粗气 声音 却轻而揉 揉得 令她心醉 你呢 病真的好多了 她情不自禁地说 说出了口 又觉得自己太老实 咱们一见了她 就把实话说了出来 那我就多来 多来几次 你的病就不至此好了 嗯 那你就多来 她一下吻住了她的小嘴 她感到她的唇 就像两片带露的花瓣 湿润润的 且又丰厚 从她口中 呼出的丝丝和气 却又是那么的 清香醉人 足以让她一生 用之不解 取之不尽 亲吻了好长时间 也用心 体会了好长时间 她才停下来说 你的口中真香 她扬起了头 微微睁开了 沉醉的双眼说 你的也香 汉果酒味 刚才 她拼命地 水吸着 那股夹杂着酒味的 令她朝思暮想的气味 那是一种 足以把一个女人 融化成水的气味 唇厚 嘴人 让人 无法抗拒 我刚刚喝了不少酒 是不是不好闻 不 好闻 我喜欢 那就再让你喜欢一下 她又抱着她 轻了起来 用心体味了一阵 才又说 这香味 总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 郭沫若 有一首诗 是赞美亲吻的 她说 我把你这个小嘴 比作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常常使我沉醉 多日不见 你也变成了一个诗人了 她也看着她 娇羞地一笑说 爱是诗的母亲 唯有爱 才能滋润诗的成长 因为心痛感受 也就触景盛情了 她握了一声 轻轻地用手 捧起她那张 俊俏地裂 盯着 看了半天 才说 你病了 还是这么美 她淡淡地笑了一下说 因为你的爱 滋润了我 她说 你真好 说着换了鞋 拥着她 一起坐到沙发上 她将早已为她泡好的茶 递了过来说 那 你喝点茶 接接酒吧 那茶是她喜欢喝的绿茶 她 她 端起杯子 一股香气 服来 再轻轻 瞎了一口 如甘露般的香醇 进入肠胃 马上 涌变了她的全身 心里 一阵感动 这真是个好女人 每次到了你这里 我就感到很踏实 那你以后就多来 嗯 她点了点头 牵起了她的手 她的手指细而长 长且软 那是一双弹钢琴的手 是一双从事艺术的手 此刻 握在她的大手里 却觉得冰冰的 像一只 刚从雪地里飞来的小鸟 她便说 你的病 是不是还没有好 手怎么这么冰 她笑着 将头围在她的怀中说 我的病 跟手冰没有关系 我的手和脚 什么时候都是冰的 天生就是冰的 她说 好 美人的手脚 都很冰凉 不冰凉 就不是美人了 她笑了说 谁说的 你真会夸人 夸得我 都不好意思了 她也笑了说 我说的 这是有比较的 我老婆的手 一年四季 都是烫乎乎的 所以 她长得没有你好看 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哪里呀 手脚冰凉的人 基本上都是瘦人 胖人 当然不会了 她说 你是什么病 能不能告诉我 那天 我在医院的门口 碰到了你 没来得及打招呼 后来电话问你 你说是去看病 究竟怎么了 她本来想把流产的事告诉她 又一想 她现在的情绪很好 说这些过去的事做啥 别影响了她的情绪 就说 啊 小感冒 没啥大毛病 已经好多了 她呜呜一声 啊 这我就放心了 她把她揽在怀中 又亲吻了起来 亲吻了一阵 她轻轻地说 我想咬 她摇了摇头 啊 今天 怕不行 啊 你不是说 小感冒 已经好多了吗 她心里咯噔了一下 知道 必须得给她说实话 要是再藏着掖着 本是为了她好 她反而会产生误解 还以为 你有了新欢 才拒绝了她 长篇小说 一把手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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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на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